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CEO New Age第85集 我是高人 我是New Age姐姐 今集是說什麼 氣場機 氣場機 說了幾個月 我還沒開箱 還沒開箱 我看到你有一枝圈放在桌上 有一個圈圈在 很大隻 不過還沒開機之前 先看看發生什麼事 說真的 我還沒做新心靈 或者算命之前 是讀science 本身是做醫學化驗所 是 化學的 所以很喜歡數據收集 或者分析 我的記憶系統不是背重 只是透過明白整體系統邏輯 才再演繹出來 所以徐教授之前說的 另類療法 實驗程序 我們聽得津津有美 雖然他可能講得長氣了一點 因為他們的數據 我們的數據L 是很喜歡不厭其犯 人家講解當中的程序 啟發你們怎樣去模仿和實踐 因為我們想告訴你們 你們可以去做到 科學就是一套複製的技術 令大眾可以做到的事 當然我們以為 所以在我眼中 前期的修行階段 都可以被系統化 所以之前一直說的情緒 就是我認為系統化的玩法 當初以為自己做化驗的時候入錯行 或者適應不到公司文化 討厭自己的工作 繼而討厭自己的份量 所以就增了錢錢BB 之前聽到錢的意識 就知道我發生什麼事 所有事都是最好的安排 看看你可不可以在這份工作中 提煉到你需要學習的技能 而我的性格當然不甘心 只是做體制裏面不需要思考的齒輪 剛剛學術數的時候 就有想過把客人的八字 在化驗所拿到客人的資料 他的生日日期 運算他的六個字 拿不到八字 拿了六個字也好 推敲為什麼他有這種病 就是計算他的五行強弱 再看看如果我目藥了 肝肝可能失調 當然還未計算客人的住宅風水 電話號碼 性命學等等 還未考慮客人的情緒 潛意識 意識 犯氛圍去到什麼問題 再誇張一點的是 靈魂契約 家族業力 以及生命課題 我之前會覺得 病是裡面有其中 除了真的吃得不好 還是有其他深層次的原因 一直這樣去思考 不只是吃抗生素 就會解決這件事 所以我從化驗開始 其實很多年前 一開始就沒有吃到西藥 就是因為我了解運作機制 雖然在裡面做 因為還是窮 所以還未找到自拍卡 唯有在那裡 狗扯偷生了 當然我解命盤 和解化驗報告差不多 不會投放太多感情情緒 在裡面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跌到客人的劇情 當然大家聽節目都很容易睡著 是因為同樣道理 因為我說話很平衡 有些人會睡著 這個就是催眠神氣 當然我會覺得 有些人會說 是今世最後一世 我將這個節錄給大家探討一下 我們想離苦得樂 其實是了解痛苦的源頭 下一個階段就是苦中作樂 其實是探索痛苦給你的啟示 然後以苦為樂 感覺上很變態 但是世未苦的層次再回甘 然後去到不苦不樂 看透世事不會再因為劇情而起反應 不表示不投入 是兩回事 所以苦和樂之間如何參透和演繹 當然《靈魂出生前計劃》 之前的書有說過 大概要進行一下 我現在可能將會玩些什麼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靈魂課題 我們靈魂想要學習什麼課題 就投身在相關課題的家庭裏 我家可能是關於錢 之前不厭其煩提起原生家庭 內在小孩 假性孤兒 同年情感忽視等等 就是在這個家庭遊戲中 提煉自己需要學習的靈魂特質 第二階段就是考驗和挑戰 透過這些劇情考驗挑戰 你才能夠認識和學會某些課題技能 當中引起很多情緒 頭腦意識內好的習慣 行為矛盾衝突 從重復復的情節提醒你有確察力 有沒有什麼老市場出現的事情 你自己不覺得 第三個階段 這個也是我前期蠻逃避的 我也逃避了幾個月 應該這麼說 最後這個階段 每個靈魂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價值完成 這個就是靈魂轉世最終的目的 不是向外療癒別人 而是由內到外的展現 專注自己的可能性 因為有很多身心靈的工作者 會開始問他 為什麼你想做這行 幫到人 好像不錯 不是幫到人 是幫自己 我們每個靈魂 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 然後靈魂本身是無所不知的 為什麼我們要無緣無故玩這個遊戲 令自己忘記了所有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不需要重新投過胎 或者在地球學習很多技能 或者是背重化學表 還是什麼 所以我學八節不是背 我只是大概記 所以我沒有之前說過 鍾永軒背得這麼厲害 因為我覺得背來幹什麼 大概明白就可以 當然如果要用教學方面 當然要學習這件事 又要避免這件事 但是其他背重的責任 我反而會放得輕一點 即是我們本身創作風水八字的作者 有些太入氣的靈魂 忘記了作者可以隨時修改劇本 就不斷吩咐其他見責順明 跟這些規矩辦事 可能因此而誤導其他靈魂 忘記了自己的內在神性 我們每個人有自己的神性 雖然靈魂是無所不知 但是我們沒有真正體驗過 只要是留於紫上談兵 所以我們的價值完成 就是來體驗 經歷 實踐 完成某種價值 來到價值完成的層面 每個靈魂需要看的東西 已經不一樣 很難互相去參考 所以我都逃避了很久 因為原本能做到自己價值完成的特質 也是我猶豫不決 不肯實踐的關卡 希望透過這個氣場攝錄機 可以推動我到價值完成 我也不知道會去哪裏 為什麼這個機器可以有這個作用 因為我很喜歡做實驗 明白 之後你會看到我裡面 會將了多少可能性出來 我會很忙 可以這樣說 我看到我之前回到化驗所的時候 這個方向檢查會怎樣 這個A加B 或者是先做控制線的那些 我會有很多可能性 我透過有些可能性的時候 我會因為這樣而分不著 這是我很多年來沒有試過這麼興奮 應該這樣說 這就是你感受到你的內在興奮 原來可以這樣玩 因為這部機器也生產了40年 好像沒有坊間沒有人這樣做過 或者是我找不到他們呈現這個實驗給我們看 讓我拿到這部機器 我可以玩到你們未玩過或不做的東西 我就很興奮 所以我這部機器用了多久顯化 是用了三四年左右 玩得深深靈 其實一直都知道坊間有影氣場服務 那個人知不知道有這些影 聽過 好像尖沙咀還是銅鑼灣 我不知道在哪裡 雪姨有拍過 有那次看過 所以大概是400至600元左右 所以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是100兵與他朋友們這個頻道 前期節目有講過氣場的顏色 有提過 當中有位嘉賓小童 他看到我們的氣場顏色 我們在旁邊觀察到 看氣場需要高度的靈力和集中力 看得太久的狀態會很難維持 所以我喜歡 難道不少我自己 那時候 三四年前有些羨慕 透過肉眼可以看到氣場 我之後又特意去上課 都是開發不了 我發現我沒有超能力 那我就有其他超能力 作為一個科學人 當然要穩定度夠高的系統 所以我很容易吸到機器 亦知道坊間有一兩部機器 可以拍攝到氣場 有些是即影即有的拍出來 這個拍法是貴很多 這個可以放出來是軟剪 便宜很多 這部機器已經出現了三十幾四十年 手機都推陳七新 氣場機好像未算有重大突破 我等了很久 我以為是一直 什麼時候呢 這部機好像還未有 我現在買的這部機是3D版 算是升級了 之前是2D版 不懂得把個人轉動出來 所以這所謂的氣場升級了 影氣場升級了 三四年前已經找了資料 去了台灣或深圳有代理商 可以購買的 但遲遲未有勇氣去沖去春文 兩年前買了一部Healy機 其實Healy機其中一個功能 可以達到影氣場自由 我只是覺得可欠什麼 當然不是說它不好 它可以直接療癒 可能就滿足不了科學人需要的數據 可以這樣說 Healy機是怎樣拍的 Healy機 有鏡頭嗎 通常每部Healy機都要聯繫著手機 手機裡面的App 攝錄了照片之後 你會透過那個App 再做氣場攝錄 Healy機有個有趣的地方 他們真的要透過聯繫 連接著一部手機 跟之前的Timeraver Home Timeraver Home是自己一部 自成一角 再看就兩回事了 我覺得Healy機是平易近人很多的 Healy機本身是說量子層面的功能 它有兩個App 一個是量子層面 一個是墨充層面 你可以當作一個舒緩肌肉機 它貼著你的身體 有些震頻 有點像電一下的感覺 有兩方面的噴訊 當然可以測試麥輪的分數 有一點像Timeraver的量子建議 你看完那個分數之後 真的有個朋友 我跟上線上購入Healy機的時候 剛好我的上線在乘車未到 然後他說不如你給我一張照片 即是我手機拍一張照片給他 你即場我幫你攝錄你當刻的氣場 你就先看著解讀 有時候他說 他解讀到我的時候 你這個第三環開發得不錯 那段訊息說 他說這個Healy機 說中了一些東西 說中了一些東西 有一個誇張的 是有一個變性的朋友 他直接放入他的氣場 他會說陰陽的能量是不平衡的 你知道嗎 你怎麼知道 當然 Healy機也可以透過死脈的能量檢測 你好奇那個物品 好奇那個NMN有沒有用 那個叫做酵素有沒有用 這樣也可以 是 這個真是死脈 市面上有朋友說過 有三款NMN有朋友推介 他看看今天A B C三樣 哪一種是高分數一點 他就吃那樣 他真的每天就載A B C A N M N B M N 他拍張六合彩票 他會不會哪一個號碼更深色的 不會 你填鞅的號碼 你隨便一下 多少個可能性 分數最高 就可能可以 如果你做得那麼盡 這個真的有 當然另外有誇張的是 有一次真的有個朋友 他爸爸進了醫院 都是離流狀態的狀態 每天就幫他測那個脈輪 然後順便療癒 醫院告訴他 他真的在離流 他馬上用那部機器 測試他今天氣場如何 本身由個位數到 好像五十幾 五十幾 應該沒死 誰知道原來他已經脫了學理 所以Healy機的功能 是拍照他那個叫做星光體 哦 難怪數這麼高 因為就跑出來了 對 沒有那個叫做肉身拖累 所以死物也可以拍照 死物也有星光體 死物也有 水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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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一支蠔油也有 蠔油也有 如果你想拍照 那麼緊要 可以試到這麼盡 所以靈性工具 百花齊放的時候 究竟哪個能量最高 可以直接拍照這死物 用Healy機去測試 我沒有玩到這麼盡 不過我知道有這種玩法 當然 因為這部機器是不需要現場測試的 量智科技就可以遠程去玩 就可以遠程去頻率療癒 剛才說療癒 爸爸或者療癒其他人 療癒的時間 由三分鐘至八小時都可以 我相信沒有哪個療癒師 可以這麼穩定的輸出 所以其實按鈕這麼方便 我為什麼會這麼推介 當然我推介的是半價才給大家玩 這個真的可以很穩定 亦都可以平移近人的價錢 可以做到療癒的效果 亦都是它還有一個功能可以占卜 雖然我未玩熟 即是梁子那個 你設定我今次去台灣旅行成不成功 接著你在那個APP裡面 某個鍵字就寫那個位置 接著他就幫你掌握某個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可以去玩 反而我今次這個POWER AVS 是可以實時測試你的默輪分數 不是吧 其實它跟Heely機 給你的默輪分數相似 所以你可以兩邊對比 我自己真的Heely機測試完 接著就用這部機測試 它兩個給的圖片 今天的封面圖 就是你看C的圖片 就是那個圖片差不多 這兩方面是兩款不同系列的機 但是它都測試到這件事 它都比得到這件事 挺有趣 所以就看到你那個新心靈的分佈 然後就是看到你的默輪平衡 再看到你的氣場大小和主要顏色 還有你的頭腦上面的主要顏色 還有腳部的顏色 還有整體氣場大小和實時的情緒波動 這些Heely機都暫時未能做到 所以我覺得這兩部機不算有衝突 但是中間也有很多相負相成的東西 我感覺到裡面有很多距離過 只可以這麼說 因為這部機只可以現場做人體生物量檢測 所以它之後又說如果你想買的時候 可以買動物測試 不過動物測試那部機又要另外買 即是怎樣拍攝一隻狗 一隻狗手放在某個測試機上 這樣也可以 又拍攝一隻狗的什麼 是呀 狗狗有氣場 有的 所以Heely機也可以拍攝狗狗的氣場 貓貓氣場也可以 所以暫時我們會玩現在這個計劃 就是人體生物 可以這麼說 測試者拿著一顆水晶 就知道這顆水晶和它能量合不合 網上有一條影片 就是現場有個氣場 測試看著螢幕 然後他馬上拿了一顆水晶 水晶的氣場馬上實在了很多 以及光很多 就知道那顆水晶很厲害 當然了 現在我紅時有兩部機 為什麼不可以用兩部機 我可以用Heely機 測試一顆水晶本身的幾多分數 接著再用這個氣場機 看看水晶和你的反應 我再用MagHeely MagHeely是Heely機之後再生產的東西 就可以現場洗水晶 洗完水晶再看水晶分數 這就是我將會會做的東西 有些粗質 我很喜歡做這幅 這些類比的東西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說很興奮 不記得哪一集節目說 MC人上來禮拜五的節目 又說想做氣場機現場測試 其實這部機的公視性力 就供了它回來了 我買了這部機 之後看看可否Crossover 如何玩 當然 今天節目未出之前 我開啟了四場見面會 試玩會 已經敷了 多謝你們在未知 玩什麼狀態之下 你盲摸摸地來玩這個 真的初玩 我自己都未能摸熟很多東西 接著的時候 可以過來做實驗 看來之後玩重撥 或者靈氣的時候 可以療癒當事人 哪一部分都可以去玩 所以這部機是有很大很大的可能性 去發電 當然大家可以到時候帶水晶來做實驗 看看水晶還有沒有電 不夠電的話 我用MacHealy試試充電 再即場測試是否提升了 當然又可以測試水晶的電量 可以保持多久 即是我今次洗完水晶 下個星期再出現的時候 你會不會借了皮 也可以這樣玩 之後這就是我將會做的測試 看看大家有沒有提供裡面的素材 有些靈性符號的測試 就是之前有說過 生命之花和卡巴拉 好像被Hijack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令你們的能量提升不到 或者有限制 也可以去測試 究竟是淘寶這個印刷品有沒有力量 我隨便塗過生命之花的印刷 是不是真的有靈性符號 貼在電話上 之前不斷說生命之花不行 又是否真的 好像三四年前 有很多工作方叫你製造能量卡 奧雲的 究竟這塊有沒有能量 你自己製造那塊 可以拿回來測試一下 不行就可以 這樣的時候 你買了任何的精油 或者量子儀器 可以試一下即場測試 然後就是看看 是否當初購買的時候的功能 或者是喝不同密度的水 其實是否有水瓶 會不會喝了水又不同 然後我把那個 用什麼Hailey機 再調水瓶的水瓶 調頻 那些水又是不同了 氣場的時候 會不會又不同了 或者是 我們玩靈性的時候 有很多神譽卡 或者是拍羅牌 哪種拍羅牌適合你 你可以拿著這部機 用這部機 拿著牌去玩 或者是拖著哪個人 你的氣場會增大了 亦都可以這樣玩 所以有很多很多功能可以玩 差不多你玩了 測試一下 洗好手 然後呢 我特別想研究的是 死瓶的氣場有多少種玩法 蛤 死瓶的氣場很小 怎樣的 要去哪裡找死瓶的 應該有的 或者聽鐘 試一下夾死瓶的氣場上來 或者白卡的朋友 讓我看看你們的氣場發生什麼事 我想做一個命盤的對比 死瓶也好 白卡也好 你看我無緣無故黏了 有很多數據 來過我私道的朋友就會知道 我除了口水多之外 我的辦公室最多就是靈性書 也可以測試不同的靈性書籍 和大家的氣場有沒有影響 給你一個氣場報告不難 之後應該會推出這個服務 坊間普遍用這部機 去對比你應該買哪隻水晶 即是剛才說水晶店 給你一個價錢的水晶 哪款和你氣場比較合 當然公開拿這部機 來做實驗的人不多 所以我就看看有什麼玩 我再想到那晚為何我睡不著 我無緣無故 因為我喜歡看KPOP的MV 你知不知道KPOP有MV反應 即是人們沒有看過MV反應 對 拍照觀眾的反應 我就想拍照我的氣場有什麼反應 氣場反應 因為YouTube有很多開發第三眼的密輪 那些別短片 究竟哪一段片可以幫你開第三眼 當中的運作氣場上有什麼原理 可以透過這個反應去做這件事 我想完就覺得好像沒有人做這件事 很興奮 當然 鬼不知道現場演繹才是最好的體驗 鬼不知道聽著MC人中缽 最爽嗎 沒有 由YouTube在電腦喇叭 或者耳機播放會不會有打折扣 這些可以去研究一下 聽的時候專心或放鬆之間怎樣拿捏 都算是睡著了 還是否仍然有影響 因為試過聽音樂的時候會聽聽睡著 睡著會怎樣呢 睡著會不會幫到手呢 如果我這裡可以拍攝電腦在氣場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再測試 當然還有很多未落實的概念 能量範圍去到哪個位命盤的影響才最低 氣場去到哪個位置才適合去學阿卡西 我自己遲遲未去開阿卡西課 是因為我覺得怎樣篩選學生 或者我不想他浪費了錢來學這件事 他自己未夠時機去學 那我怎樣篩選學生 當然見過有朋友的靈力起跑線很高 不知道為什麼還未落實 運用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真的試過在見面會 他那個能量條是去到九成的 剛才獅子的圖 他所有東西去到九字位 你這個能量條做什麼事 你這麼高的 但他沒有 他只是做一個很平凡的 叫做Freelancer 我看到他好像動力不夠 沒有什麼特別去創造 自己實行什麼 好像沒有感覺 你下來做什麼呢 當然還未開發到 還未能這麼深入 所以終於講到這部機 這個Power AVS的人體氣場攝錄移 講一下這個氣場報告大家怎樣看 大家可以看今天的封面圖 第一個A就是全身的氣場 有四種顏色 本身四種顏色 告訴你頭腦腳步前後左右 其實會有一個主要的光 主要的光 主要的明亮度 就是代表你的身體顏色 最重要我們看的是 顏色的明亮度 厚薄和破損度 有沒有洞洞 紅是代表刺激好動 精力充沛 好性 主導性強 橙代表創意十足 熱愛冒險 享受刺激 勇敢 富有同情心 黃色代表幽默 陽光 樂觀 綠色代表社會性 外交際 滿足 和諧 療癒和溝通 我最近是黃和綠的 藍色代表沉穩 敏感 關懷 充滿愛心 幫助別人 定 定 感覺敏銳 注重內心感受 寧靜 體驗深厚的感情 紫色代表智慧 重視精神 傾向內在 直覺勁 有偽出聲 有軟健 創新 和吸引人 右邊的氣場 圖裏有說 右左右 就是過去三個月的狀態 左邊就是未來三個月的狀態 頭部的氣場就是 你的想法有關 你的氣場 越明亮思考就越清晰 腳部的氣場 代表行動力 落實在生活中和工作的能量 整體來說有一個破洞 沒有形成飽滿的鵝彈形 就代表你有沒有缺了 你可以透過其他療癒的地方去修補 之前精微看的一集 說你有什麼漏洞 那些破洞 就可以在這部機場看得到 可以連結了 當然 第二個 就是直接說默輪的位置 就是看B的圖圖 雖然小了一點 我們整個身體有很多個雪糕筒伸出來 就看看我們的雪糕筒是否平衡 每個麥輪的功能 大家看書會比較容易理解 都講到尋了 大家都知道那些 這個機場有個好處是 你看看顏色 前後的雪糕筒是否一致的長度 即是心輪的時候 前面的心輪和後面的心輪要一致 一致的長度 這個前面前後是否一致 其次就是不同的麥輪是否一致 在B這幅圖是心輪突出 其他都相對比較弱 就是看看那個一致性 亦都會因此而令前後氣場的影響顏色不一樣 是否好玩呢 然後Heeley基也會給到你的七輪指數表 即是每個雪糕筒的長度 剛才你看看B的身體 究竟雪糕筒是多少長 看C這個表 就會看到你的雪糕筒的長度 漂亮的雪糕筒平均分到7度 上次我剛剛測試的時候 平均是5度 代表還沒有合格 所有雪糕筒到7度才合格 如果零零射射凸出一條 代表不平衡 過短或過長 都會呈現鋸齒形 C這個位置 無緣無故叫太陽輪 黃色那條 就呈現鋸齒形 D這個 就是一個身心靈圖表 你看到一個餅的測試 就是看你那個 紅色代表身體 顯示你身體活力 重視現實結果的程度 綠色就是心 顯示你創造 心理 或者情感表達 溝通上的重視 靈就是藍色 顯示你個人展現 情感 直覺 和心靈內在品質 這也是我們玩身心靈最重要的 操控平衡 這部機器可以告訴你 你當刻的時刻 究竟你身心靈這個位置 操控平不平衡 我自己會覺得 有些人會故意操控靈力 反而忽略自己情緒和身體 所以要整體三樣東西 一起平衡 才為之一起提升 E這個 在中間這個 就是放鬆指數 代表你越高 這個叫做 越高就越放鬆 這個很簡單 第六 F這個 就是能量狀態表 就是你的身體 情緒 精神 應該這樣 紅色代表身體 藍色代表情緒 綠色代表精神 紫色代表知覺 後面的指數 就是四十至五十萬 為之最佳 處於一個平衡狀態 最好四隻色 都同時齊上齊落 就最好了 接著去到G這個 就是採光輪 中間就是一個陰陽指標 中間有一個陰陽指針 不知道看得清楚 就代表你的陰陽平衡程度 即是你當刻陰陽 是靠哪一種能量流入的 拿兩種指針 最好是互相重疊 就是同一個 一起在深輪出的 或者一起在太人流出的 就最好 如果是兩個不重疊的默論 就代表是陰陽不平衡 其次是H這個 H這個也重要 就是一個叫做 氣場大小圖表 氣場越大 代表影響力越大 那你的吸引力法則的指標 即是你想顯化一些東西 那你多久能吸回來才行 原來我現時的顯化能力 雖然去到少少財務自由的狀態 我也是去到40 昨晚通宵寫稿 臨分前再量度 只剩下20 不夠分是會沒力的 那時候0至40的氣場 活動能力偏低 別人會覺得你比較內向 40至75代表你有很強的存在感和活動力 可以透過專注自我的目標來實現你的夢想 然後75至100是強而有力的氣場 很強的氣 普通人都感受到你強的氣 我覺得C這個圖和H這個圖都重要 其次就是D這個圖 其次最難看的圖 就是氣場波動 就是波紋 如果是連衣越平 代表你身心越放鬆 波紋越大 代表你越浮躁 大致上就解釋機車如何 現在可以即場地試試玩 我只會是口術演繹 因為這個叫做什麼 沒有鏡頭 那個叫做技術問題 我找不到 沒辦法 現在桌面有一部好像很淡的東西 對 沒錯 說要入APP 要啊 所以我裝了有點難度 要開APP 好像開了一些舊方輸入法 對 很難搞 先開了 可以選擇很多模式嗎 可以的 大致上都是看剛才說的ABCD的圖表 看到的圖表 好了 那就可以高人接過來 我看看怎樣繼續錄音 可以的 錄到的 我第一隊的手給你 這個 放上去就可以了嗎 放上去就可以了 左手 左手嗎 感覺到 沒有氣息 鬼嗎 有 已經沒有影 剛剛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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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整體的眼睛 都挺大 首先看看鵝蛋型 都算飽滿 現在開始穩定了 密番 密番 我都要看看密番 密度 現在主要的顏色是黃色和橙色 剛剛是黃色和橙色 就是第二和第三個密輪 你剛才那個C的圖表 你那個喉嚨是超級低的 只有三個 指數是三 開始上一點 很累 說話 大聲一點 聽不到 好像是紅色 然後為什麼你那個黃色的密輪 是高一點 所以令到你的主要顏色在這裡 為什麼是緊火 不是緊火 是指我 自我 自我價值 不過你那個 跌了 跌了 為什麼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 那個Healy基 就做不到這個實時的位置玩法 上去 為什麼不說自我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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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BANG小時候會每次都調整 欸 是不是 沒有 都是你這個 三號這個 後輪這個位置 都是只有三號 和第三眼那個位置 都是偏向那個鋸齒形 偏弱的 是的 然後你那個叫做光彩輪 那個呢 有時候就會是歪去黃色 有時候會歪去後輪的位置 剛剛現在踏下去了 踏一字翻 右手 右走過去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一直擺動 人擺動 現在又去了藍色 對 你那個陽性的位置去了藍色 你要顯示自己的能量 哦 然後你整體那個 會沉下去 對啊 會加 上上下下 你想專注 所以想推翻 那件事 然後你整體這個 就偏向是 那個叫做H那個圖 就是你平均地都是四十的 四十又是為什麼 四十都是你那個普通人範圍 就是被人覺得你內向少少的 都比較累的 哦 對 會每一刻都在變 現在 我還沒拿一顆水晶給你試 對 現在我的心爆表白光 為什麼 九分 為什麼 那你就適合你那個專注力 去回心的位置 哦 這樣的 然後這個放鬆指數 你都是中規中矩 都是偏向緊張的 你那個身心靈平衡 每個人的圖都算是三邊平均的 對 然後你這個叫做 那個圖是什麼圖 嗯 F那個圖 F那個圖 三條線都是平均在六十萬左右 那個圖是三圍的 是啊 這麼高科技 這個3D版也是給你三圍看著這個 可以上升到藍了 不然第三晚又開了 是啊 現在不如就即時 有個底卵很厲害 忽然之間 可以推上去 每刻每秒都不一樣 看看你聽到什麼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我這顆死了的水晶 可以放在心輪的位置 死水晶 看看給我幫不幫到你 心輪 咦 還有一點點力 我有一點點令到 馬上緊火 為什麼 緊火 我底卵就升了 怎麼搞 剛才還沒說你那個B圖 那個圖 你那個叫做 雪糕筒的長度 你雪糕筒的長度 最短的那一條 暫時的那一刻 剛才是你的後輪 現在是你的頂輪 你每條雪糕筒的長度 都非常不一樣 剛才我那個第三輪很厲害 現在又跌到很低 所以每一刻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測試一下 看看拿著水晶還是什麼 這個就是死死的水晶 所以力量不大 這個呢 這個厲害 要打出來嗎 開不開都可以 不開都可以 不開都可以 嘗試一下 心鈴馬上 藍了 藍綠一點 嘩嘩 飆到狗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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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輪 來啊 升升升升升 這個叫金絲 金絲 金絲 水晶 你好了 兩顆 兩顆 不如拿出來 拿出來 來來來 嘩 這顆 厲害 這個是你自己撩的 買出來的 我自己種不到 自己種 試一下 點哪裏 你試一下這樣點 我也是這樣點 這樣點著 有沒有爆上去 馬上 是啊 藍了一點 很有耳美心腸 這個說話 現在好像石柴傑似 法兵在旁邊說 是否要交紙箱稅 我們在這裏 你拿多一支 看看 你兩顆水晶 這個直體 固態 嘩 心鈴馬上再爆 現在高人將水晶放在第三眼位置 放在第三眼位置 可以嗎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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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這就是水晶的能量 當然我還沒玩過那個 叫做Mac Healy機 Mac Healy機 就是這些兩子科技 就可以再瘋了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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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缺度很爆的就還未找到 整天都會變 因為第三輪也很弱 變幻得太厲害 所以你未必可以準則測試到這件事 所以我會覺得差點什麼 當然如果我們在玩Ricky 或者麥倫療瓶療瑜 這些有很多其他玩法 所以又不同一點 所以如果想調整你的能量 剛才你很累 才看到你的情緒 我幫你調整你的睡眠狀態 好 精神一點 你現在把Mac Healy 機放在吐瓷位置 可以了 好 看看有沒有東西玩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沒有那麼快 這些星光體沒有那麼快 比較黃一點 現在變了 對 飽滿了 先勾高一點 我剛剛未勾到100% 我不敢勾 勾到75%就馬上變藍了 這件事 你會看到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每一刻都不一樣 有些圖沒有顯示出來的 就可以去顯示 這個就是情感 興不興奮 這個就是波紋 然後就是 剛剛那個波紋的位置 好像暫時都很平靜 波紋反而少看 真的看那個叫做 所以想來玩的時候 最好做真的 親身體驗才會知道 圖都可能不夠清晰還是什麼 到時候過來玩就會知道 這樣看都不太明白 不明白嗎 都是七隻色 你看到你暫時平均 剛剛用的MacHealy機的時候 你那個叫做下三輪的位置 相對地是拉平均數的 不只是底輪突出 又是深輪突出 一件事整體一點 我還要玩 我現在還未知道 這兩部機的Cross Over 可以玩得多盡 那當然啦 白兵你還未玩 又來試一下 你走了就沒有了 我的天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對 你看不到鏡頭 我剛才來給你 來 你來來 來來 Yo 是便利 要不要把咪給你 不行 聽不懂 有咪給你 是 說話 看看 到了白兵 現在很精彩 然後你繼續把手放進去 白兵紫色 這麼厲害 還未碰 一分鐘的狀態才能穩定 好像要宣誓 對 拿了一個拜託 底卵很失敗 這段時間沒什麼打飛機 我的喉嚨果然是特別厲害 最強是喉嚨 第三眼都偏弱 不過鋸齒形狀就是太陽輪和底卵 你的頂輪也高 我看到緊火了 最左邊紅色是什麼 底卵 1 2 3 4 5 6 7 現在很行 然後看G的圖 你現在的能量也是陰陽不算平衡 陽那邊就來自那個 一說就馬上翻滑 陰陽不協調明 好 但是你主要H的圖 你也是剛才40分 還是30分左右 即是你那個能量的影響指數 還有60分可以繼續爆升上去 那種玩法 現在穩定了 你最強的輪位是第二個輪位 很爆 性能力最強 對 最強性鬥士 似乎還是有點緊 對 緊緊地 反而你剛才那個第三眼的位置 都繼續是皮弱的 第三眼是哪裡 接近的 藍色 接近的 你的頂樓很厲害 對 你的頂樓很厲害 沒有第三眼 直接通了 直接下載了這些東西 直接下載了 直接第六感 看不到東西 但又有第六感 我說真的 我是有這個感覺 我的第六感有一點點 坦白 我已經分不到是心想事成 還是有 公事性太厲害 又是時候六個號 如果現在的睡眠會怎樣 可以會不同的 你試一下 我試一下 但我要閉上眼睛 我就看不到 我們讀給你聽 你放心 你試一次 我們先看看變化 本身整體那個 叫白兵的能量牆的顏色 是黃色和綠色的 他剛剛開始睡眠 多了一些藍色在那裡 他的字我不斷縮 你看到嗎 放開自己 這個很厲害 但二輪仍然高障 所以我就在想 這個就是那個士丁架的貓 究竟我在測試的時候 我測試的心情會不會影響 那一定會有 觀察一定會影響 對 所以我自己在家裡搞不定 自己一個人搞不定很多事情 所以到時候我來見面會的時候 我可以怎樣玩呢 就是看大家很放鬆的狀態之下 不斷地把手放進來 三輪很弱 我又 你又倒進去 你就是真的被第二輪搶了 一時一時 剛才你組平分的 本來現在有多高張 但是你那個G那個 都是兩邊的陰陽的平均度都不高 但是你的喉嚨是很強的 是很平衡的 你的放鬆指數也有四十幾分 都中規中矩 問題是你那個叫做 身心靈的位置 你零的部分 零的部分 零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是比較少的 紅色是什麼 紅色是身體 即是結果論 立刻 先吞一下 都不行 吞不到 他那個叫做情緒的三十二的平均 就是他那個叫做靈性 分了一點點給身體的位置 所以他很喜歡 停下去結果論的位置 他那個叫做第哪個圖 第F那個圖 那個圖 平均指數 他是情緒高漲 綠色的高漲一點點之後 其他分數都偏向是五十萬左右 他很平的 我剛才還有少許波幅 他這個是直接直線的 是這樣的 你也有一點直線 上上落落 這個玩法 當然他可以看一下 你那個叫做 switch 叫做 emotion 這個真的emotion 上上落落 看到那個 測試到這麼久 你仍然那個第二輪是繼續高漲 是的 鍵著扯 沒錯 你試一下拿著水晶 看看會不會不同 在後輪 後輪 後輪 寫到爆 對 即爆 第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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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額頭 額頭這個 又要 你明不明白 你一看到這樣 很有那個 Rick and Morty 他那個記憶那集 插回記憶那集 UNICORN一起做 很明顯你不相信 或者是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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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現在的後輪 什麼都高 除了第三眼之外 沒錯 你底欄都低 你底欄都低 你放下水晶之後 你的扯旗又扯回 再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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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水晶的水晶 又扯上去 又扯上去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 什麼功能 給哪個物輪的時候 水晶就可以來測試一下 這個真的可以扯到你這個物輪位置 很健康的二輪 對 二輪非常好 這個就是那個玩法 怎樣 開心 所以到時候 之後大家有什麼物料 可以下來測試的時候 我完全公開開放給你們 大家來玩的 當然要收錢 即是任何東西放上去 是的 如果是我說 一萬多元的符號 某些貼紙 某些機器 發生什麼事 你有沒有試過放到什麼符 那些東西下去玩一下 通常它現在是要貼著人 才能反映到這件事 剛才那個 我不是說Healy機 是貼著死物可以去測試的 這個就是兩回事 所以就是 不可以說是相提並論 可以叫做一個類比的測試 只是用類比來講 我先測試一下 你的玩法 到我現在試丁格 測試自己 你那個很平均 為什麼 對了 終於有些平均東西 這麼平均 你那個可以 我平均度低的 只是五字而已 但你那個藍色很厲害 你那個藍色 藍色即是後輪位置 我正在說三月直 你那個深深明的藍色 對 很厲害 你的紅色藍色也很厲害 反而情緒就是綠色 這陣子沒什麼玩情緒 我現在玩要顯化 顯化要實體巨像的事情 剛才說的D那個圖片 就要顯化出來 現在正在平均 平均了 有個下三輪 沒錯 就可以這樣推 我平時的G那個圖片 只是陰陽 都是推到第三個輪位 黃色那個 因為要說話 所以我現在要用紅色的能量 去表達、去宣揚、去推廣 嗯 每一刻都不一樣 有趣 有趣 所以我都拖著那個 先做看看 我都是整體的分數 不同的物輪的落差不太大 當然看看雪糕筒的前後對比 我們大家相對地 那前後雪糕筒都相對長度差不多 可以很不平均的嗎 有啊 前後長 前面長一點 後面短一點 有這樣的示範圖 那是有什麼理由呢 他們那個焦點 如果前面我覺得是一個散射的狀態 所以它背後可能背了很多責任 所以它後面的物輪就會萎縮一點 哦 我現在相對地是 平均數都是五至六左右 五至四左右 你看我沒有特別突出的物輪 太高漲 我那個叫做陰陽輪 叫做採光輪 又動了 一說話又動了 我拿著水晶 所以我現在那個叫做H那個 就去到五十了 但是我身心靈的位置 都是平均的 平均的 對 事情是一樣的 所以每個玩靈力的人 可以用這個來見一件真章 可以這樣說 大家平平 玩不玩得到 我暫時都還沒有數據 去見到 哪個叫做整個鵝蛋型 是會有缺的位置 缺得誇張的 可能我們這些吃開健康東西 玩開一些叫做身體東西的時候 那個相對地飽滿少少 整體來說 餓的心理是偏弱的 比起其他 但是都是平均的 對 我都蜜籠 叫做蜜籠 都叫蜜籠 蜜籠 我的頂倫都夠高的 都高高的 所以我會收到一些 叫做idea 訊息 或者創造力 這樣的位置 這樣玩 所以見到 這件事應該很好玩 有趣有趣 很有趣 看看大家有什麼素材 大家來跟我爭一爭 過來玩 之後我不知道 我試玩會的幾場已經爆了 之後我不知道 我將會開一個見面會 叫做氣場實驗室 大家來拿自己的工具 拿自己的武器來跟我爭一爭 拿氣場來玩 當然 會立刻發工 可以 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 學靈氣 是否活動 是否灌到氣給人 你立刻找測試者 放手下來 隔空就傳氣 對 在背脊灌下去 看看會上去 哇 厲害 這部機有它的功能 就是這樣玩 或者是縱撥 這個縱撥 究竟是在哪個輪位的時候 我撐這個 哪個輪位會提升 究竟你的技巧 你的老師 或者你的心念 當然那個測試者 要療癒那個人 準備好了嗎 當然有很多考量去擴焦 這個也是一個考驗 你自己的靈性工具 是否活動的狀態 就是一個測驗 我覺得這部機 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這個意思 好玩 好啊 希望你會發掘多些 發掘多些不同的功能 很多人有這部機 都真的只留在水晶店使用 我就會覺得 他們的用法是怎樣 如果水晶好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什麼水晶都沒有 我們是計劃的 看看你的水晶 你剛才不是說頂輪有點塞 你要帶一顆水晶 我幫你選一顆紫水晶 你把水晶放在你頂輪也好 心輪也可以 然後它跳起來 對 無緣無故就抽升了 紫色那條 即是正在做 這顆水晶適合你 不過這顆水晶 500元的水晶 比起800元的水晶 好像800元的水晶 那顆比較厲害 你想不想買800元 就會看看這件事 明白 當然水晶有水晶的 叫做是調頻和清洗 如果那間店舖 真的會經得起考驗 就會用這部機器 我清洗麥輪的位置 洗得不錯 所以他會經得起這個考驗 現在抽爆你的手指 那種玩法 這也是一種考驗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個 我自己肯玩這個東西 或者有什麼靈性導師 走下來 你看看你的靈性 心靈平平衡 過我的機器看看 如果你放在那裡 會不會有反應 試一下 我覺得是沒什麼 我覺得不像 因為這個是拍你的性光體 不是拍你的那個 除非我直接攻擊你的靈魂 除非你那個情緒會有 但是其他東西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大 那個叫做反應 就是救術回戰 直接打擊這個靈魂 沒有錯 會成年到那個變化出來 揭到靈魂 未練到那個位置 希望大家一起來 一起去互相成長 看看可以怎樣去推進這個訓練 我也想看看 有朝一天可以用靈魂的攻擊團隊 改變靈魂的形狀 沒錯 很厲害 就像阿虎將 對阿虎將 對阿虎將 真人跟他打 對 大家可不可以來看看自己 是否身體 能量大力 夠不夠 聰明不聰明 就可以來試一下 我覺得有很多可能性 大家在影片留言 看看有什麼可以參與 和聰明的事情 好啊 好玩 好玩就是好玩 好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